我的天呐 你知道彩虹坦坦球是怎么做的吗 把沙子装入模具 放在水里泡一下 就能得到弹力非常好的坦坦球 太神奇了 那个天啊 这也太神奇了嘛 把沙子放在模具里泡一下 就能变成坦坦坦球 今天咱们就来试一下这个方法 看它到底可不可以 如果是真的 以后就不用买玩具了 将将 我买了三包彩虹的彩虹 准备每个颜色都给它做一个 来我们开始了 放一个粉色的 准备一个圆形模具 放上面一些孔的那种 给把它打开 把它配空纱 放上模具中 把它平 把另一半也装上 放它们两个扣在一起 然后给它放到水里泡一下 等个五分钟 来我们拿出来看一下 给它打开 回 哇 这边看起来还挺圆的 哎呀 这边反而不这么圆 但是整体的形状还是有的 我们试一下盘力怎么样 啊 啊啊 这什么情况呀 我还被丢呢 那我们直接两半了 那我们就剩下这个一半的吧 啊 啊 啊 你现在就散了 哎呀 这手一碰全没了 这也不行啊 难道是这个颜色不对 换一个颜色 我还没弹呢 我还没弹呢 它又散了 还是不行啊 这一碰就散了 难道这个方法是假的 你的材料都不对 不是这种沙子 啊 不会吧 我看一下啊 哦 眼睛用特殊材料的沙子 所以我又重新买到这种弹丽莎 还有模具 看看这次能不能做成功 哇 这里面颜色还蛮多的 那我们现在做个绿色的吧 先把这个模具扣开一起 形成一个圆形 再往里面倒入弹丽莎 这个加满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放到清水里 浸泡五分钟 你拿开看一下 打开模具 哇 好漂亮啊 这个捏迹不会散 还是硬的 就是有点粘手 试验和弹率怎么样啊 哦 可以 粉条里面的水平量 加上之后会弹得更高 我们把这种弹率球来对比一下 它们两个发小一样的 看看谁弹得更高 经过几次的对比 感觉这个弹得更高一点 但是这个弹率也不差 估计是因为这个还没有完全干 看来这个方法是真的耶 不过我觉得这个模具做的个头太小了 颜色太单一了 我觉得应该可以做一个 大个头的彩虹弹弹球 诶 那我们用这个大量的圆形模具 做一个彩虹弹弹球 用这七种颜色的沙子 给它一层一层的装上这个模具中 给一层来个粉色 再来个绿色 来 给它泡进去 什么泡 这个估计要多泡一会儿 那我们就等待一下吧 现在已经泡了30分钟了 我们来看一下啊 哎呀 这个模具已经开了 打来看看里面是什么样的 哇 哇 我们先跟它亮一下啊 现在已经差不多完全干了 哇 看这颜值多高 多漂亮 我们来试一下盘里怎么样 哇 搭的就是不一样 好高温啊 再试一下啊 这弹的估计有两米吧 果然越大越厉害啊 你们说我还要不要再挑战做个 更大的彩虹弹球 谢谢大家 看见 优优独播剧场——录 Dios 的优独播剧场——录像 或者废优独播剧场——录像